有很多朋友在網路上非常非常期待博恩夜夜秀第二季的開播 那是最期待的一個人莫過於我們團隊的一個寫手 他不只期待 他甚至還是妄想著他能夠當上主持人 哼 怎麼可能 當然有可能 欸 欸 欸 今天早期大家應該都知道為什麼吧 難道是 我們要做第二季了 OH GOD YEAH 終於來了 那第一季呢 有一些缺點 我跟製作人討論了一下 呃 這一季會有一些小突破的 你不看我喜歡嗎 賀瓏 換你當主持人 蛤 貝店員BRYAN 等一下 我不想做了啊 你會回印度賣咖哩啦 欸 等一下 不要走啊 怎麼可能真的給他主持 蛤 所以你是騙他的 當然 我們節目什麼時候做出讓人失望的內容 啊 尷尬的不算失望嗎 媽 我要主持一件秀欸 真的啦 不會趕快騙我 你為什麼好騙人 媽 你不要疫情病那麼重啊 哼哼 哇 可以跟後龍講真相啊 為什麼 動起來啊 快點稀搞小梗啊 在幹嘛 後龍這是蔡英文的房間 你看一下 你怎麼蔡英文的 韓國瑜啊 要不要收視率啊你們 通通控心啊 關老闆的BRYAN 店長我講幾遍了 我要穿跟博恩一樣那一套 呃 不好意思 可能沒辦法 為什麼 我現在主持人欸 你要被主持人打過啊你 你要被打過嗎 這樣 阿豬放開 為什麼我不能穿跟博恩一樣那一套 因為上衣要改大 比較沒辦法 要補當要改 很小很小 肥胖一集下面一小抱等 BRYAN 好再來喔再來很棒喔 我們再錄四十七次就結束了 阿豬好好囉 欸博恩他已經轉兩個小時了 我頭好暈喔 沒關係你先不用擔心PUNY 先拿好 我快出鏡了 小腦功能良好的BRYAN 好第二季的第一集呢 我們的目標就是零負評 對不對 對 那很幸運的是呢 我們現在主持人的顏值已經大幅度改善了 同意吧 同意 我有看到你 接下來呢 為了豐富畫面 我想讓那個主持桌的擺設 有一點變動 你們有想法嗎 我們放一隻有插線麥克風怎麼樣 錯 只會做這種事情呢 花錢請辣妹 找一堆辣妹 然後圍住只做一圈 同意吧 同意 錢沒花在刀口上燈 BRYAN 好 好 欸賀瓏 信長只剩一分鐘了 要快一點喔 好啦好啦不要趕 那博恩呢 博恩已經在上面了 血肘都會有暖場 你不知道嗎 蛤 他會不會暖到冷場啊 各位觀眾 讓我們掌聲歡迎夜夜秀第二季主持人 賀瓏 好 耶 大家喜歡好嗎 嘿 你在幹嘛 你幹嘛坐我的位置 這是我的位置啊 一直以來 都是 好 那我的呢 我不是主持人嗎 有啊有啊有啊 準備你位置在那裡 哇 一堆美女圍繞 很有趣吧 NO I'm Betterling 欸等一下 HELLO 等一下 回來回來回來 這段花了五分鐘 五百塊 I'm Betterling 好我們掌聲謝謝賀瓏 希望他心情平復之後 可以回來做我為他精心準備的位置